近日公安部会同中宣部、中央网信办、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等9部门联合引发通知 部署在全国开展为期一年半的打击惩治涉瓦、黑恶犯罪专项行动 通知要求 要依法严厉打击惩治 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裸疗敲诈、泡路带、舆情敲诈、恶意索赔、软暴力催收、 网络水军滋事等犯罪活动的黑恶势力组织 坚决斩断非法软件开发、吸粉引流、跑分洗钱等上下游犯罪不法利益链条 整治网络水军、造谣炒作、恶意营销、网络暴力等网络空间问题乱象 建立完善网上网下、一体化打防管控模式等长效治理机制 通知还要求 要集中梳理挖掘重点案件线索 深挖一批涉网黑恶犯罪及其上下游犯罪团伙案件 对重大案件适时发起集群战役 依法从严惩处一批涉网黑恶违法犯罪分子 要推进行业领域深度整治、排查整治网络乱象 强化日常监督管理 对施责单位及责任人依法依规 这些严肃承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